今天大雨倾盆我还带着我妈出来薅羊毛领福利 我妈说我们家是穷的接不开锅了吗 这么大的雨还要出来领福利 我说主要是因为我妈活了60多年了 从来没见识过还有免费的蔬菜瓜果牛奶奶粉领 今天就带她来潇洒走一回 我以为下雨里边只有我们一个领福利的 没想到里边人还挺多 这里边每一样商品都是名码标价的 只是说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当中 你就签个字就走人了 但是超过政府核定的范围之外 你是可以自己花钱购买的 比如说政府只批准了我领酒罐奶粉 但是我小孩慢慢长大 酒罐不够吃的话 我要领十罐 那你就自己付一罐的钱 政府帮你付酒罐的钱 大家都知道美国只有3.14亿人口 而他的人口一直在负增长 所以他为了鼓励国民多生育 所以他给了小孩子这么多的福利 但是就这点福利 你是不足以忽悠我能生小孩的 为啥呢 因为一个小孩除了每天喝的这些奶粉之外 你未来还有很多的教育啊 这些费用 就算你上公立学校是免费上到高中 但是你下来还有很多课外活动 学习各种的爱好 所以很多的美国中产家庭 还是有远见之名的 宁愿当个丁克家族 也不会为了这福利而折腰 就像咱们的孩子进入学前教育区幼儿园 老师教的第一课一定是教小孩怎么打911 他说你的孩子呢不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 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权利去打你骂你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打你骂你 一定要记住打911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